《字幕》 旋暈很常見 跟我們身體的平衡感 小腦、腦部、眼睛跟耳朵本體感覺有關係 當我們這些平衡的訊息進入我們腦部 當它不平衡的時候 我們身體沒有移動 就會感受到移動的感覺 這種情形稱之為旋暈 旋暈跟一般的頭暈感覺並不一樣 一般的頭昏是昏昏的 可是旋暈會感覺到天旋地轉這樣子 常见眩晕的原因有内耳不平衡 脑部中风跟自律神经失调等等 很常见的内耳不平衡的原因就是梅尼尔市症 它是由于内耳淋巴水肿造成的 由于内耳淋巴水肿会导致听力出现的异常 那也会让内耳平衡出现异常 所以这些患者会出现耳朵闷脏 然后进耳方的眩晕 那梅尼尔市症也会反复发作 所以会导致听力的异常 另一个会造成的眩晕叫做中枢性眩晕 它是由脑部的病变引起的 像是小脑或脑幹的中风 那这些比较困难的诊断 常常只有眩晕的表现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疾病 叫做自律神经的失调 这类病人常常会压力大 失眠和一些贫尿的症状 眩晕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脑部的中风 一般中风会出现的 领部歪斜不对称手脚无力的异常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发生说头晕 病伴随耳朵中风 像是突然一边听不到的情形 就要尽速就医 有眩晕困扰的人呢 若是中风或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的呢 饮食上不要吃太咸 太油太挺的食物 若是内有不平衡所引起的 如梅尼尔氏正所引发的 像一些奶制品啊 番茄、柑橘类、巧克力等食物都要尽量避免 因为在食物中有特别的一些胺脂肪 会诱发眩晕 更重要的是生活做喜好正常 不能熬夜 因为失眠熬夜压力大 那是一般眩晕的危险因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